英国全球高等教育分析机构9日公布全球最佳大学城市排名,伦敦夺冠,台湾则有二个城市上榜,分别是台北市排名第20,新竹市排名第73。 图为台湾大学,中央社档案照片中央社记者戴亚珍伦敦9日专电英国全球高等教育分析机构PUS,奎奎尔利·西蒙兹今天公布全球最佳大学城市排名,伦敦夺冠,台湾则有二个城市上榜,分别是台北市排名第20,新竹市排名第73。 这份调查评比项目包括大学排名,学生组成,城市对学生的吸引程度安全,污染程度等,求职受欢迎度,负担程度学费,生活费等,以及学生评价等六项。 进入排行榜的资格包括城市人口必须超过25万人,且至少有两所大学名列最近一次的PUS世界大学排行榜。 根据排名,全球最佳大学城市前10名分别为伦敦、东京、墨尔本、蒙克楼、巴黎、慕尼黑、柏林、苏黎世、雪黎、首尔。 11-20名分别为维也纳、香港、波士顿、多伦多、新加坡、爱丁堡、温哥华、纽约、金板神京都、大阪、神户、以及台北。 伦敦从去年的第三名进步到拿下冠军宝座,但是高物价的伦敦在负担程度项目得分相当低。 排名第二的东京则是在城市对学生的吸引程度获得高得分,不过整体而言,在吸引程度项目得分最高的城市是多伦多。 美国在世界大学排行榜表现亮眼,但是在最佳大学城市排行榜则表现不佳。 上榜的前十名城市没有美国城市,前三十名中也只有二个美国城市,分别是波士顿第十三名和纽约第十八名。 洛杉矶排在第三十五名,调出前三十名。 台湾去年同样也是台北市和新竹市上榜,名字分别为二十一和七十五,今年均有进步。 中国大陆有三个城市上榜,分别是北京第二十六名,上海第二十九名,以及南京第八十八名。 QS分析指出,台湾的大学近年在国际声望攀升,而台北市有至少八所大。 学在QS世界大学排行榜上有名,领头的是国立台湾大学排名七十六。 此外,台北市的学费和生活消费比起世界其他城市相对低廉,在负担程度项目得分颇高,排名十七。 在学生评价方面,台北市也有高得分,排名二十。 新竹市有国立清华大学和国立交通大学在QS世界大学排行榜上有名,刚好符合近榜门槛。 在所有项目中以负担程度得分最高,排名达第六。 编辑,陈慧珍107万0509延伸阅读催生下个台籍诺贝尔德。 主日学者提建言延伸阅览人才重金理聘科技部教育部联媚出击延伸阅读毕业级站立全球中央带你了解实验大学。 主日学者提言延伸队。